我們來歡迎林欣俠 白鮮勇 來老師 謝謝您 這次這麼支持我 主持人蔡新平 館長 曾館長 趙總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貴賓 今天很高興來到國家圖書館 跟大家聊一聊 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的下午 大家都以為我演寫作是 因為我演了很多戲 看了很多劇本 其實不是 而是我喜歡分享我內心的感受 我覺得我寫作之後呢 像這個講修行 文學的修行與熱情 我覺得就是跟我不謀而合 我覺得寫作就像修行一樣 我對很多人事務會議很有好奇心 很關注 我記得 白老師我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有一次呢 我在電視上看到人家訪問你 那問題是什麼 是說 白老師你為什麼文章寫得這麼好 你記不記得你怎麼回答 我忘掉了 我說這可難答了 我都要聽聽白老師這麼大的 白老師 頓了一下 同情 你說同情耶 我說這個好 這個回答都太好了 然後呢 有一個訪問是訪問 梅里斯翠普 就說 為什麼你演戲演得那麼好 他跟你有差不多的相同感覺 他說因為同情心 非常謝謝大家能夠來到這裡 我們大家相聚一堂 交談聊天 那麼希望大家看了《青霞小品》 之後呢 就是說 我們就說 可以等於是我們交了朋友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下午 然後 希望你們在我們的談話中 有小小的得著 小小的領悟 讓我們這個當下變成永久 謝謝 謝謝 謝謝